记者林嘉东基隆报道,萨摩亚及Maria游轮污染我国海洋生态被扣在台船和平岛造船场内,却趁凌晨落跑,基隆海巡队货报紧急出动,在基隆市外木山海域北方林。 七里处拦截道,原来维修中的M轮跑道一半,又机械故障抛锚,真是贼心该败。 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及Maria游轮去年6月在东沙戈浅撞毁珊瑚礁被我国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依生态损害求长新台币4000多万元。 Maria游轮停泊在和平岛造船场维修,内政部营建署海洋国家管理处向基隆地检署申请假扣押。 未料,22日凌晨3点左右,缅甸籍48岁船长Naitan未报官,擅自将轮实离基隆港。 基隆海巡队货报紧急出动,在外木山北陵。 七里处拦截道抛锚的Maria游轮,今天下午1点14分拖带回基隆港内毛地毛泊。 基隆海巡队争计组征讯后,将船长Naitan依违反刑法139条损坏,除去或误会公务员所失之封印或查封之标示,或未违背其效力之行为,移送基隆地检署申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